人有静气,才有福气,有福气之人,往往有这几个特征,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内心能拥有一份宁静,古语有云,心存静气,必有福气,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人如果在以下几件事上能够保持安静,那么他的人生必将不凡,未来必有后福,读国学经典,误人生智慧。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内心平静,允许一切发生,一个人最大的成熟,莫过于允许一切发生,发生好事,内心依旧平静,发生坏事,内心依旧平静。 并没有巨大的情绪波动,不论是发生好事,还是发生坏事,都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既然无法改变,那就放宽心接纳。 从周易的角度来说,反所发生之事,皆有利于我。 当你认为,挫折是人生不幸的时候,那你的内心就会抱怨,结果可能就真的悲剧了。 反之,你认为挫折是一种魔力,那你的内心就会释怀,结果可能就苦尽甘来了。 人这一生有太多的事,都不是我们能够决定改变的,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接纳,允许一切发生,好也罢,坏也罢,都会成为人生的肥料。 越是遇到危险,越要保持平静,唐颂八大家之一的苏寻,在《新术》中写道,为将之道,当先置信。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迷路星于左而目不顺,然后可以知厉害,可以带敌。 成为优秀的将领,首先就需要磨练自己的内心,泰山崩塌在面前,要面不改色,诱惑的事物出现在眼前,也不会受到影响,如此,才能克敌制胜,处境越是危险。 我们越要有平静之心,危险之境,并非绝路,而是生命中的考验,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去应对,终究可以找到出路。 所谓山崩水腹已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这个道理,身处于迷茫,不知所措的境地,保持原先的步伐,继续走下去,我们就能逃出生天了。 最怕的,就是越迷茫,越急躁,越会吃打亏,所有的危机,都是危险中隐藏着机会,而能否找到机会,就要看我们的心境和眼光了,不争不愿,是可而止做人。 身处于内卷漩涡当中的人们,都活得特别焦虑,不是今天担心赚不到钱,就是明天担心落于人后,慢慢地,人就内耗起来了,受到内耗的影响,同时被内卷的潮流裹挟向前。 人们就会走极端,比如说,恶性化竞争,各种怨天尤人,甚至做了极端之事,争,就真的有用吗? 怨,就真的能改变现实吗?答案都是否定的,争到最后,都是一场空。 怨到最后,也不过是坐见自己,与其极端,不如保持适可而止的态度。 凡事,差不多就行了,人生之事,莫过于命里有时中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身处于是非之地,心境,才能明哲保身。 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有是非的地方就有江湖,也许人的本身就是江湖,你我身处于纷繁复杂的江湖当中。 不可能不沾染是非,也不可能不遭遇或是,也许,职场中的是非矛盾,就让你我烦恼不堪,职场就是一个小江湖,我们该如何在职场中与人相处呢? 三点,首先,在做任何事之前,都不要冲动,更不要盲目出头。 其次,与人相处,难听刺耳的话尽量少说,多说赞美好听的话。 第三,能够低调沉默,就不要过分高调,只要你不坏事,那别人就不可能坏你的事,这三点都跟静有关,不静就会冲动,不静就容易跟别人发生口舌之争,不静就会为了一时的虚荣而过分显败。 有些是非矛盾,不是别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不会做人导致的,遇事,少抱怨,多反求诸己,才是最好的选择。 安静,远离繁杂纷扰,福气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心境之人才会拥有,浮躁之人则很难体会。 安静,一直以来都是难得的修养和气质,一个安静的人,给旁人的感觉是清凉睿智的。 郑满桥说,人生难得糊涂,他的灵魂是安静而充满智慧的,生活中我们常说,静下心来做事,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只有静下心的那个人才能有别人到不了的高度和旁人无法拥有的收获。 网上有句话这么说,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 外在的繁华或热闹都不如内心的充实丰满,能静下来的人定是内心充盈的,一个人真正的智慧不是卖弄才学,而是静下心来钻研思索,有些事情乱了人心,变成浮躁,有些事情破了规矩,便无法圆满。 成熟的人懂得让自己在恰当的时间里保持沉默,很多人认为开口说话难,殊不知比开口说话更难的是闭口不言的淡然,无视可作之人才会喜欢与人谈论是非,内心空虚者才会四处抱怨无聊。 历史总是不停地重复,人性始终没有太大的改变,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迹上行走,这条路是勾勾坎坎,还是平平坦坦,全是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的择选,菜根坦,有云,美林大事有静气。 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绿,绿而后能得。 在人生中遇到大事的时候,只有让自己平静下来,才能理智思考,思虑周全,才能将事情处理好,一个静不下来的人,始终都会在世事的纷扰中挣扎,如此折腾的人生,又有何福气可言呢,知足常乐,不在心比天高。 所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内心的欲望比天还要高,那人之命数就会比纸张还要浅薄,现代人的欲望受到互联网的影响,貌似愈发膨胀了,以至于无数人都认不清楚自己,人生的悲剧也就由此而生了。 欲望这种东西,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适度的欲望可以让人成长,坏处在于,过度的欲望只会让人磨整,疯狂。 走向绝境,如何才能控制欲望呢?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自知之明,自己是什么人,那就做什么事,过什么样的日子,既不奢求。 也不妄想,要想赚钱,内心平静,会增添你的财运,有道是竟能生慧,竟能生财。 保持内心的平静,一身静气,才能够生出智慧,获得属于自己的财富,智慧,财富,都喜欢那些平静如水的人,智者千律,靠的是什么? 就是平静的思考问题,分析局势,财运机会,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人们抓住机会的眼光和手段,不论是思考问题,还是抓住机会的眼光和手段,都要从心静做起。 就跟下期一样,你一急躁,就会一步错,步步错,满盘皆输。 曹刘青梅竹九论英雄的时候,刘备内心镇定,表面上却装成慌张的模样,才得以通过曹操的考验,保全性命,不然,就不会有后来东山再起的刘备了。 人心静,不仅是为了赚钱,也不仅为了做什么事业,更是为了高质量的生活,即匆匆的生活,不可能高质量,平静如水的生活,才能细水长流,甜静淡泊的心灵。 曾听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两个画家被要求以安静为体比赛作画,引来众人观桥,第一个画家画的是平静的湖水,湖面如镜,波澜不惊,第二个画家画的是山中飞铺旁边的峭壁上,生有一棵大树,枝繁叶茂。 树上的鸟巢中,一只小鸟正在安睡,大家看了以后,纷纷赞叹第二幅画更继高一筹,第一幅画体现的是景物的安静, 而第二幅画呈现的则是心灵的安静,我们生活在红尘中,身边总会有各种喧嚣的声音,每天也会有许多琐事缠身,生活或工作的环境也难得清静,但只要心生宁静,你也可以处遍不惊。 随遇而安,杨将先生说过,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我们曾如此盼望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摇滚歌手正军。 年轻时就一炮而红,过多的名利缠身,让他迷失自我,巨大的工作压力,让他彻夜失眠,终日惶惶不安,痛苦至极的他只好借酒买醉,但心灵却极度空虚浮躁,无法摆脱的忧虑,让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折磨了他整整十年。 后来,他在朋友的指引下,学习了打坐,修缠,冥想和放空,让他把心中的浮华和烦恼,渐渐释放出去,这才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借子书中说,非淡薄无以明智,非宁静无以致远,保持良好的心态,才能让人元气满满,开启美好生活的大门。 我们可以少听世俗的喧哗,不关注无聊的是非,放下名利的困扰,沉下心来去,认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读书可以让人智慧,运动可以让人健康,音乐可以让人快乐,冥想可以让人安静,与其取悦他人。 不如做好自己,静心也是一种修行,心怀甜淡,人生才能悠然自得,很喜欢网上看到的一段话,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 一个人只有内心宁静了,才能真正地做到安静,才能脱离世俗的烦恼,不与人计较与争辩,而是淡然而优雅地活自己,我们无法封住他人的嘴巴。 却可以关上自己的耳朵,我们无法改变人性的多变,却可坚守自己的初心,用加法为行动充电,可以让实力不断增强,用减法为思想减负,可以让心情轻松美好。 圈子清静了,真朋友就多了,生活宁静了,好心情就来了,心灵甜静了,如意是就碎了,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 余生,愿你做一个安静快乐的人,悠然自在,一生清欢,读国学经典,勿人生智慧。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